原标题 古人是如何认识宇宙的 除了天元地方 还有哪些看法 一提起古人对于宇宙的认识 我们不由自主地辩讳认为 古人的宇宙观是天元地方 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古人对于宇宙的认识 是非常先进与丰富 甚至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天文学相比 也显得毫不逊次 如果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有过基本了解 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其实是非常发达的 查阅文献 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主要有三种 极概天术、魂天说和宣夜说 我们不妨一一走进这三种天体观 深入了解其对于天地的看法与古人的智慧 福以古代天元地方之说一 盖头说 天元如张盖 地方如齐菊 盖天说是汉民多一种非常古老的宇宙观 早在阴州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在古人的眼中 地球是一块平均的 四方的土地 天空好比一个圆形的屋顶 覆盖着整个地球 即天元如张盖 地方如齐菊 这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天元地方 古人认为天与地相接 融为一体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后来就有人提出 其实天与地 其实并不相接 天虽然覆盖着地 但由于地是方大 故而有四个脚是无法覆盖的 于是有人就认为 这四个脚上有八根柱子支撑着整个天空 盖天说 系统建于晋书天文字 其中记载到 颜天四盖地 地法复盘 天地各中高外下 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 其地最高 而庞陀四 三光隐隐 以为昼夜 天中高于外恒 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 北极下地高于外恒 下地一六万里 外恒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 天地龙高相同 日去地恒八万里 按照该观点 天是一个穷行 地也是一个穷行 其中间距八万里 东汉的著名哲学家 王冲认为 今世时一人把大炬火 夜行于平地 去人时里 火光灭矣 非灭矣 原始然而 今 日西转不复见 是火灭之类矣 渡二王冲公元二十七年 约公元九十七年 自重任当然 盖迁说 自产生以来 就是一个不断开放 不断发展的体系 赤乐川 阴山下 天四穷炉龙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献牛羊 对于这首北朝明歌 我们并不陌生 其中反映的 就是盖迁说的观点 从明歌中 我们可以看出 其中反映的内容 无疑是属于草原民族的日常生活 当我们来到草原 就会发现远天一色 天好比一个穷盖 地好比一个棋盘 整个天地连接在一起 融为一体 因此产生这种盖天说的观点 也就不足为戏了 图三 魂天说是一图二 魂天说 魂天如鸡子 魂天说的基本观点认为 天上的恒星都不于一个天球之上 而日月星辰都附着于天球之上 不停地运转着 从这点来说 无疑与现代球体天文学相近 那么 为什么叫魂天呢 以及这一观点对于天地的看法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魂天说 的描述 建于张恒魂一柱 其中记载魂天如鸡子 天喜云如弹丸 地如鸡子中黄 孤居于天内 天大而地小 天表里有水 天之煲地 有壳之果黄 天地各成气而立 在水而浮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又四分度之一 又中分之 则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副地上 半绕地下 或二十八速半剑半影 其两端位之南北极 北极南天之中也 在正北 出地上三十六度 然则北极上归近七十二度 常见不隐 南极天地之中也 在正南 入地三十六度 南归七十二度 长幅不见 两极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强半 天转如车 孤之运也 周旋无端 其行魂魂 故约魂天 图四魂仪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 天文观测仪器 是以魂天说 为理论基础制造 相比于盖天说 魂天说无疑是更推进了一步 其认为 天地并不是一个半球体 而是一个球体 这种观点认为 天宇宙好比鸡蛋壳 而地球则是其中的蛋黄 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 这种观点认为 宇宙是无限的 正如张恒所说 过此而亡者 为之或之也 为之或之者 宇宙之未也 宇之表无疾 宙之端无穷 在我们今天看来 魂天说 比盖天说更具有进步性 但古人认为 这两种观点并无高下之分 而是各自持不同看法 不过 魂天说 还是具有一定优越性的 那就是根据这种观点 能够制造出一种天体仪器 魂天意义 古人根据魂天意义能够制作出较为精确的密法 对于祭祀与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土武张恒78年至139年 自平子三 宣夜说 天能无是从前面两种天文观点来看 无论是盖天说还是魂天说 都将天体看成一个球体 即一种实体的观念 与这两种观念相比 宣夜说 无疑是一场思想革命 宣夜说认为日月重星 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 其行其止 皆虚弃焉 即整个天体漂浮于气体之中 其 时 宣夜说的观点 其原即早 如庄子霄遥遥认为 天之苍苍其正色也 其远 而无所至极也 其整个天地是由于气构成的 并且是无限的 后来的宋间 隐文继承了庄子的元气观念 将世界万物的本源追溯到元气 后来的名家著名代表人物惠子 则提出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利物实事 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至大无外 未知大一 至小无内 未知小一 这种关于宇宙既无限大又无限小的观点 成为宣夜说的思想奠基 图六古人对天文记录的时刻宣夜说 一直处于发展之中 最终成形于近代 如近书天文志记载天无志 养而沾之高远无极 眼貌清觉 故苍苍然也 辟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清 辅查千韧之身骨而咬黑 夫心非真色 而黑非有体也 日月众星 自然浮生虚空之中 其行其只积需弃焉 是以欺要或是或助 或顺或逆 伏见无常 尽退步 同 由乎无所根系 故得一也 故臣即常居其所 而北斗不与众星兮美也 涉提 田兴皆宗行 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 十极任行 其无所细助可之以 若坠负天体 不得而也 这种观点认为 天两无智 即天体是没有形质的 不是一个实体 而是无边无际的气 而日月星辰 则依托于气体 在宇宙中漂浮运行 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轨道 有规律 有秩序的不停运转 夫妻日心说 左和地心说 又我们知道 西方天文学最为著名的两种观点 即使地心说和日心说 这两种观点都将天体看作一个坚硬的球体 其他的日月星辰都固定于这个球体之上 但轩叶说 却否定了这种观点 轩叶说认为整个宇宙是无限的 充满着气体 世界是由气构成的 因此呈现出虚空的特点 所有的天体都漂浮于气体中 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轨道运行 这种思想与西方天文学相比毫不逊 色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惜这种观念 在中国古代 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 激进诗传 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这一观点 无疑是得益于禁书天文志 得益于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 文 陆里先生参考文献 禁书天文志 庄子消遥流 张恒昆一注文字 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规 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